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攻克南京 将红旗插上了总统府 大大加快了人民解放军走向胜利的步伐 听闻这一喜讯 毛泽东欢欣鼓舞 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然而胜利来之不易 在渡江战役之前 人民解放军先后历经了辽省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 那么辽省战役胜利后 在淮海战役中 人民解放军又是如何做到 以少胜多打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呢 为保千年古都和平解放北平 中共中央又会做出怎样周灭的筹划和部署呢 百家讲坛特邀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讲述系列节目建军大业第八集 走向胜利 敬请关注 上一讲呢 我们讲了辽省战役 紧接着就是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 那么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 又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 首先咱们来看看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以徐州为中心 在北自临城南达淮河 东齐海州 西指 商丘 广大地区进行的 参加这一战役的有 华东 中原两大野战军 华东 中原两个军区 还有禁忌鲁狱军区部队 一共是60万人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号 到1949年1月10号 一共进行了66天 人民解放军 以60万的兵力 打败国民党军 刘志集团80万人 那么对于淮海战役 斯大林在他的记事本上写道 60万战胜80万 奇迹 真是奇迹 那么60万 怎么打败80万的呢 这里啊 有几个特点 首先就是战略指导 整体筹划各个击破 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 第二就是军事打击和政治 争取相结合 第三就是广大群众的支持 说起来60万打败80万 但实际上在解放军的后面 还有500万之前的群众 所以陈毅司令员说 淮海战役 这个胜利是人民群众 用小车推出来的 辽审战役以后 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 是集结了大量的兵力 这一重兵集团 就是国民党军徐州 角总的所属部队 徐州角总 总司令是刘志 副总司令是陆毓明 总兵力一共是80万人 这一些军队呢 大多都是国民党军的 主力和精锐部队 淮海战役 就是要就地全歼 国民党刘志集团 然而 起初呢 这个战役在筹划的时候 并没有后来那样大的规模呀 这里呢 就有一个从小淮海 发展到大淮海 这样的过程 起初的战役计划呢 叫小淮海 也就是济南战役 临近结束的时候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 苏裕向中央军委 就提出了一个建议 建议举行淮海战役 这个淮海战役 也就是进攻 并且歼灭国民党军 在淮阴 淮安和海州 连云港地区的军队 为夺取徐州 来创造条件 那么1948年10月11号 中央军委发出电报 是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这个指示里面指出 战役的第一阶段的重心 是集中兵力 歼灭国民党军黄百淘兵团 这个时候呢 还是小淮海 到了11月上旬 中央军委根据辽审战役的 胜利和中原战场的变化 决定扩大淮海战役 原定的规模 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 共同进行 将徐州国民党军刘志集团 主力 歼灭在长江以北 中央军委指出 此战胜利 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 及全国局面 亦可基本上解决 这样呢 原来的小淮海 也就发展为大淮海了 1948年11月6号 淮海战役搭响 1948年11月16号 中央军委决定 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 由刘伯成 陈毅 邓小平 素玉 谭振林 五个人组成 邻机处置一切 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淮海战役呢 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揭灭黄百涛兵团 第二阶段 揭灭黄为兵团 第三阶段 揭灭杜玉明集团 咱们来看第一阶段 揭灭黄百涛兵团 济南战役以后 华东野战军 由山东大举南下 向徐州东侧 新安镇的黄百涛兵团 大举出击 这个时候黄百涛呢 惊恐万壮啊 就率领了五个军 慌忙西撤 企图缩回到徐州 在这 所谓要紧的关头 11月8号 在龙海路以北 台尔庄和贾汪地区 国民党军 第三隋境区 第59军 第77军 大部 共两万多人 在隋境区 两个副司令长官 何积峰和张克霞的率领下 举行了战场起义 所以呢 华东野战军就迅速通过这一地区 截住并且包围了黄百涛兵团 那么国民党军的第三隋境区的部队 为什么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举行战场起义呢 因为他的两个副司令 何积峰和张克霞 都是中共秘密党员 所以 素育司令员曾经说过 如果我们在贾汪地区 停留了四个小时 战机就丢了 在碾庄地区 黄百涛兵团十万人 陷入了华东野战军 重重包围之中 蒋介石就派飞机空头守令 叫他们坚守待援 解放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黄百涛一见困手不成啊 突围无望 就在旷野上 撕碎了蒋介石的亲笔性 举枪自尽 所以有人说 蒋介石这个人 他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他有飞机 他的飞机飞到哪 就在哪空头守令 哪就失败 当然也有人说 蒋介石这个人呢 他缺乏战略头脑 在淮海战场上吧 为了救一个军 也就是那第四十四军 就拖垮了一个兵团 也就是黄百涛兵团 同时呢 他为了救一个兵团 就是黄百涛兵团 也就拖垮了一个战略集团 人民解放军 面对如此强敌 总前尾又将作何选择 揭灭了黄百涛兵团 兵团以后下一步的作战方向 应该指向哪呢 总前尾分析了 整个战场局势 就提出下一步 打黄围兵团 黄围兵团 那个第十二兵团 是蒋介石的精锐兵团 大部分呢 都是美式装备 是有很强战斗力的 但是黄围兵团呢 是从华中开过来增援的 远道而来 态势孤立 而且疲惫 那么总前尾就决心 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 一步 围歼黄围兵团 中央军委回殿 完全同意先打黄围 情况紧急时机 一切由流沉邓 临机处置 不要轻视 于是 淮海战役 第二阶段 就是围歼黄围兵团 就开始了 当时淮海战役 总前尾向部队 发出号召 要以最大决心 与敌 举一死战 砸碎这个 黄围兵团 这个硬核套 那么人民解放军 在宿县西南 双队级地区 将黄围兵团 是团团围住 11月23号 围歼黄围兵团的作战 开始了 这个时候黄围兵团 试图突围 而国民党军 第110师 师长廖运舟 就向黄围表示 要自告奋勇 打头阵 为兵团突围 开辟到了 所以黄围就非常高兴 可是到了第二天 突围的时候呢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廖运舟的部队 走在前面 顺利地 走出了那个包围圈 可是黄围兵团 打队跟进的时候 包围圈又封死了 就突不出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廖运舟 他也是中共秘密党员 他是根据党的指示 率部举行了战场起义 那么黄围兵团 突不出去了 就固守带员 他用汽车来组成防线 依照那个火力优势 赋予顽抗 解放军是以 欠豪战术向前推进的 天一亮 黄围兵团的军官 一看 吓得心惊肉跳啊 阵前那个欠豪是密如珠网 越缩越小 十二月六号 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 黄围兵团十二万人 全被歼灭 在一个草丛里边 解放军就抓住了一个俘虏 这个人就是 十二兵团司令官 黄围 当黄围兵团被围歼的时候 这时候呢 徐州的国民党军 杜宇明集团 弃城逃跑 解放军展开了 声势浩大的追击 所以刘伯成司令员 形容当时淮海战役 战场的态势说 这叫吃一个 加一个 看一个 什么叫吃一个呢 就是在双堆集 吃掉黄围兵团 所谓加一个呢 就是在 陈冠庄 夹住了杜宇明集团 所谓看一个呢 就是看住了 邦步的李延年 刘汝明两兵团 淮海战役呢 就是这样 将敌人整个 众民集团 一步一步 就地歼灭的 1948年12月16号 淮海战役就进入了 第三个阶段 维艰杜宇明集团 这个时候在华北 平津战役已经打响了 为了布使平津地区的敌人 迅速难逃 毛泽东指示 对南县 对杜宇明集团 暂时不做 最后歼灭的部署 这个时候 淮海战场天气骤变 鱼血交加 在解放军的包围圈里边 和包围圈的外边 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这个包围圈里边呢 国民党军饥寒交迫 两弹两缺 冻死饿死的士兵 是越来越多 蒋介石派飞机空投 少量粮食弹药 也是杯水 车信无济于事 许多的空投物资呢 都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而在包围圈外边呢 居民联欢会 开得欢腾热烈 暖意融融啊 解放军对敌人展开了 强大的心理攻势 喊话小组 喊话的内容 是很有针对性的 而且有感召力 蒋军兄弟们 你们冷吗 你们饿吗 你们想吃东西吗 要活命的 赶快过来 镇子以前 战士们 就纷纷地用刺刀 挑起烙饼 油条馒头 红烧肉 挑起饭盆饭碗 大声呐喊 过来吧 开饭了 今天的菜单 是什么 是什么 所以国民党是军心动摇 官兵啊 整排 整联 甚至整营 向人民解放军偷逞 12月17号 新华社广播了 毛泽东主席 起草的 敦促杜宇明等 投降书 在国民党 官兵中间 更是投下了一枚 重磅炸弹 这时 在北方 平均战场 已经完成了 对敌人之战略包围 1949年1月6号 淮海前线 人民解放军 对杜宇明集团 发起总攻 经过四天的急战 到1月10号 全间 杜宇明集团 两个兵团 20万人 解放军的一个指挥所里 压尽了几个俘虏 其中一个呢 就是国民党 徐州 角总副总司令 中将 杜宇明 淮海战役中 人民群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 之前工作 如果把群众之前的小车排成 五排一路 就可以从南京 排到北京 这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 才能创造出人间奇迹 淮海战役 这一胜利 是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 基本上获得解放 南京 上海 这些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 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 这就为解放军赌江作战 创造了有利条件 淮海战场硝烟没有散尽 此时在华北 规模浩大的平津战役 已经拉开了序幕 这是一场以北平 天津为核心的规模浩大的战役 傅作义集团将近60万的兵力 从山海关一直到张家口 摆开一字长蛇镇 表面上 傅作义握有40多个师的兵力 气势逼人 但实际上 其中一半以上都是蒋介石的中央军 傅作义调用起来 还是颇有些力不从心 因此此战是首还是撤 傅作义始终举其不定 那么 面对如同金弓之鸟一般的傅作义 人民解放军如何才能做到 既不给傅作义任何逃窜的机会 又能顺利保住千年古都呢 平津战役是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等部队共同进行的 这次战役呢是从1948年11月29号开始到1949年1月31号结束 一共64天 那么这次战役呢是有两个难点 首先要就地全监国民党傅作义集团 同时呢 还要保住北平这个千年古都 使他不至于会于战火 因此呢 在平津战役的指导方针上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就有两个极具特点的作战方针 一个是 为而不打 格而不为 要使傅作义集团 由金弓之鸟变成龙中之鸟 不至于逃跑 第二个呢 就是先打两头 后打中间 也就是先打北平西边的张家口 东边的天津 这些地方 使北平傅作义首军陷入百万大军的包围之中 来接受条件 和平解放北平 傅作义和蒋介石 对华北战场的形式和作战方针 看法是不一致的 辽审战役以后 傅作义 他已经成为金弓之鸟 是走是流 他举棋不定 而且往哪里走呢 他也犹豫不决 但是这个蒋介石的想法 是想要傅作义 率部撤往江南 而傅作义呢 却想撤向他发家的 那个老家隋远地区 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内蒙古地区 这两点他们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在一个问题上 他的判断是有共识的 那就是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 刚刚经过辽审战役 这么大的战役 最起码也得修整 三个月到半年 短时间内不可能入关 所以要入关也得到明年去了 于是他们就采取了官望的态度 就是所谓 战首平均 确保海口 以官战局变化 这么一种态度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辽审战役结束以后 仅仅两个多星期 也就是1948年11月18号 毛泽东就发出电报 给东北野战军命令 东北野战军主力 用一两天的时间完成出发准备 全军或者至少八个纵队 去捷径 以最快速度入关 突然包围唐山 唐姑 天津三处敌人 不使逃跑 并争取使国民党中央军 不战而投降 东北野战军浩浩荡荡入关 征途八百公里 雄兵八十万人 起初呢 他们还是隐蔽前进的 后来 敌人空中侦察已经发现了 最重要的是争取时间 所以就大张旗鼓地 向关内开进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禁军 部队的前锋 已经到达了平均前线 而他的后续部队 有的还在沈阳 刚刚出发 这样呢 参加平均战役的部队 总共就达到了一百万人 就地全间 国民党副作义集团 应该从哪下手呢 一般人会考虑 从东面下手 堵住海口 而毛泽东 他却不是这样做的 他是决定从西边 张家口下手 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那个辽审战役打锦州 不就是要堵住 敌人的逃路吗 这个情况啊 就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了 傅作义这个人 他是个地方实力派 他的华北脚总 管辖那个部队 并不都是他的部队 傅作义 这一字长蛇镇 他是把自己的部队呢 是摆在北平的西边 随时准备向随远 逃跑 而把蒋介石的中央军呢 是放在北平以东 准备要撤退的话 从海口撤退 所以呢 解放军 如果从西面下手的话 一方面 可以堵住 傅作义的逃路 而另外一方面 如果在西边 能把傅作义的 敌系部队给他围住 而不做歼灭的部署 这个时候傅作义呢 他就不可能 把自己的部队扔下 跟着中央军 往南方跑 这样呢 就有可能啊 就地全歼 国民党傅作义集团 总之 从西面抓住了傅系 就有可能拖住蒋系 而把整个傅作义集团 就地全歼 1948年11月29号 平津战役发起了 华北野战军 第三兵团 首先在张家口外围 向敌人发起攻击 傅作义是很敏感的 打他的部队 就立即命令他的 第一系部队 第35军和第104军 一个是 分别是称火车和汽车 从北平方面 去增援张家口 可是到了张家口一看呢 觉得是虚惊异常 解放军呢 并没有真正地攻占张家口 然而 这个时候就传来了 一个可怕的消息 当时的情报 说在北平附近呢 发现 有戴狗皮帽子的部队出现 那是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啊 解放军在东北的部队 是这样的装束 这就说明 东北解放军 已经有部队入关 这对傅作义来说 那是生死由关的事情 所以傅作义赶紧命令 他那个嫡系部队 第35军 军长是郭景云 率部赶紧撤回北平 这个时候 毛主席下了最严格的命令 华北军区部队舞弊 迅速截住 第三十五军 绝不能让他跑回北平 只有抓住他 才有可能脱入 整个傅作义集团 华北军区第二兵团 昼夜兼程 飞兵前进 终于把第三十五军 包围在张家口和北平之间的 新保安 为了使敌人不至于从东面海口逃跑 这个时候呢 因为东北野战军 他已经到了平津前线了 毛泽东就提出 从本日起 两星期内 基本的原则是围而不打 比如像张家口 新保安这种地方 有些地方是隔而不围 例如在北平 天津 通州这一线 以待整体部署完成以后 各个奸敌 毛泽东特别强调 尤其不可 将张家口 新保安 南口 朱迪都打掉 这将迫使南口 以东朱迪 迅速决策狂跑 此点 勿求你们体会 此时的副作义集团 被围在了五个孤立的地方 张家口 新保安 北平 天津 唐姑 副作义集团 已无法从东面或海上逃走 中共中央认为 此时全监副作义集团的条件 已经成熟 便决定首先在西县 攻克新保安 张家口 根据先打两头 再打中间的战略方针 解放心保安 张家口后 下一步 人民解放军的目标 就是天津 天津地形复杂 一手难攻 那么 此次天津战役 我军能否顺利打赢这场 城市攻坚战呢 请继续收看 建军大业第八集 走向胜利 天津 是华北的第二大城市 国民党军搞所谓 大天津堡垒化 号称是叫 固若金汤 副作义认为 天津至少能守半年 起码也得守三个月 如果有三个月的时间 时局就会发生变化呀 所以他认为 天津是一张能讨价 还价的底牌 中共中央决定 迅速打下天津 震撼北平 以促进北平和平解放 那么天津攻城司令 是东北野战军的参谋长 刘亚农 总前委开会的时候 林彪就问了 说打下天津 你看需要多少时间 刘亚楼回答 说我们到现场做了观察 天津呢防守严密 不可轻敌呀 那就直接说吧 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刘亚楼说 我看呢 需要三十小时 啊 三十小时 令人真赶紧说 军中无戏言 你说三十个小时吗 对 我就讲三十个小时 我有五百门大炮 一定把它打开 随后 总前委 就向西百婆报告 我军将在三十个小时 攻克天津 到了一月十四号上午十点 数百门大炮 一起轰鸣 人民解放军 对天津发起总攻 解放军采取的战术是 东西对劲 拦腰斩断 先南后北 先吃肉 后坑骨头 这样一个作战方针 从东西两面 对天津城 实施向心突击 然后再扩大战果 向纵神发展 在天津 国民党军那个堡垒 一个一个被摧毁 像摧枯拉朽一般 一月十五号凌晨五点 主攻部队 在金汤桥混市 扩大战果 一个特级电报 飞向西百坡 我军二十九小时 攻克天津 北平是千年古都 处处都是国宝 为了保护古都 保护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 平均前线司令部 通过各种渠道 与傅作义沟通联络 力争通过谈判的方式 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这个时候 傅作义陷入极度的苦恼 和郁闷之中 手巴没有力量 逃没有可能 他当时是谁都不见 一个人就呆坐在黑屋子里 还不时地用拳头 打自己的脑袋 这个时候呢 傅作义的女儿 从天津回到北平 来到傅作义身边 这个呢 对傅作义是个安慰 他女儿就力劝父亲 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 说这样呢 于家于国都有力 女儿的话 傅作义是能听尽一些的 但是呢 她还是纠结犹豫 以前跟共产党 打了这么多的仗 现在如果接受条件 会有什么后果呢 女儿就安慰她说 接受条件 那就是立了一个大功 共产党讲话是会算术的 你怎么知道的 他当然知道了 因为是党组织派他去做他父亲工作的 他叫傅东菊 也是中共的秘密党员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力争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北平问题 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 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 加上北平开明人士 不断的督促 这样傅作义就下定了决心 接受条件实行和平改变 1949年1月31日 傅作义的部队撤离北平市区 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内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辽审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从1948年9月12号开始 到1949年1月31号结束 历时142天 三大战役 共歼灭国民党 正规军144个师 非正规军29个师 一共歼灭敌军154万人 国民党的主要的军事力量 基本上被摧毁 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 已经是解放区的朗朗 1949年1月1949年 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政编 为了适应向全国进军的需要 人民解放军按数字顺序排为四个野战军 还有一个军区 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 改称为第二野战军 华东野战军 改编为第三野战军 东北野战军 改编为第四野战军 再加上华北军区 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五大主力 在西北坡 正式公布了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 1949年3月5日至13日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戒二战军 在西北坡召开 毛主席在七戒二战军上 做了报告 他指出 夺取全国胜利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 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 工作更伟大 更艰苦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 谦虚谨慎 不教不造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次会议 不仅对夺取全国的胜利 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向前发展 也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1949年的4月20号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 横渡长将向全国进军 多少年的期盟 多少年的梦想 终于变成了一个光辉的日子 那就是1949年10月1日 开国大典 人民人民 人民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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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人民 历史的目光 注视着中国 正像毛主席所说 中国人民 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那么中国就像一个太阳 升起在世界的东方 一趟辉煌的光业 普照大地 迅速地建设起一个 崭新的 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而人民解放军 也就进入了 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但是 这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 又爆发了 所以下一讲 我给大家讲 保卫和平 那就是抗美援朝战争 今天这一讲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